你好 施政報告之房屋政策 施政報告繼續在房屋政策落物 我個人認為香港的房屋政策大混亂 沒錯 近年房委會確實加大力度打擊濫用公屋 但不會有太大的效用 現在的問題是罰則過低 沒有人要坐牢承擔欺詐罪 另外現在的公屋租金過低 政府應該收取可收支平衡的租金水平 才能夠令有財務能力的人走入C樓市場 他們為此拼搏力增上游 貢獻勞動力 煙室商 他們為了便宜租公屋 哥哥鄉亞流 個個隱藏資產 認真怪誕 當他們騰速公屋之後 這樣反而有空間讓劏房戶 加快種入公屋市場 我強調可以用資源去補貼真正有困難的人士 但前提一定是真正有需要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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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